明鳳 明鳳 我們這次也做了三個有關 這個國民黨黨內初選的一些議題 我把三個比較重要的議題 把他帶動來提出來跟大家討論 推動至今區的支持度 國民黨團力推至今區 那遭民進黨反對 成為總統大選藍綠攻防的戰場 請問您知不支持至今區的推動 非常支持26% 支持24.1% 這加起來已經50% 那不太支持12% 非常不支持17.6% 民進黨在這議題上面攻防非常強烈 甚至說這背後有非常嚴重的 國家跟經濟安全體系的 集體被掏空的嫌疑 那為什麼民調顯示出來 可能跟民進黨的政治攻防不太一樣 那我們看這個支持度的部分 男生支持度是55.8% OK 年紀越大 四到四九 五十到五十九歲 60歲以上 抗世代的都過半了 抗世代67.5% 奇怪 為什麼這個世代對這議題 特別的給予正向評價 北部地區很高 54.0% 那國民黨支持者 81.8%的支持度 那民進黨相對比較低 大概只有14.7%的民進黨支持者 來支持這個題目 所以這個題目是非常的所謂 有政黨不同屬性的分布特性 OK 那這個泛藍的80.9%的支持度 那泛率當然支持度更低 那這個學歷來看的話 學歷越高的朋友們 大概都有過半的支持度 另外我們問到這個題目 總統初選要不要辦初選辯論的贊成度 因為目前國民黨的初選辦法說 不要辯論 大家來開槓 攻擊到你的政見發表會 那郭董是強烈主張說 要就要來辯論 我常講我們弟弟選班長四次沒選上 可是每次都下去跟人家辯論 我最疼我們弟弟就是這一邊 所以他 我看他畢業前他選上 不過他就是我跟你辯 我說你怎麼每次都辯出那個女孩子 他說他真的好會講 我說你加油 你加油 沒有看到女孩子翻軟的 蠻可愛的小朋友 我說OK 我隨便他 OK 就是民主實踐嘛 對不對 選個小班長再來辯論 OK 來 飛郎贊成30.8% 贊成41.8% 這大概七成多 大家認為要辯論 跟我們弟弟的立場一樣 雖然弟弟可能不列入民調 不太贊成10% 非常不贊成6.2% OK 來看一下 這個 你看喔 這個鬥病 越年輕的朋友們 越贊成辯論 辯論對他們來講 就像在網路上 跟人家交換意見一樣 這是一種什麼 簡單到跟吃飯一樣的時候 生活態度 生活原則 生活的本質嘛 那怕什麼辯論 辯論不是完結嗎 我的想法都拿出來 我對老師那想法不對 我就跟你討論 有什麼好怕的呢 誰會怕辯論 草包 草包怕辯論 就這麼簡單 笑死人 還不辯論 OK 民進黨支持者87.2% 認為說愛來辯論 國民黨稍低 但還不錯 又68.7% 實在力量 就範圍陣營 89.3% OK 範圍的制度58.4% 範圍的95.2% 所以民進黨最好 也要來黨內的初選辯論一下 那大學研究所以上學歷越高的 支持度就越高了 OK 那另外一個題目 總統初選民調納入 手機民調的贊成度 OK 贊成的過半 五十一拍幾 不太贊成了 大概13跟10.1 相對比較少數 因為人人有手機 我這個吃飯的工具 生活的工具 竟然不被列入所謂調查範圍 可能大家覺得有怪怪 不過手機的民調的確 還有他不成熟不太科學的部分 這部分我們都開放討論 OK 那制度越年輕的越高 到四到四到四九歲 年輕的族群都 七十六七十三六十都很高 那五十五到五九歲六歲以上 相對就不是所謂手機世代 他的所謂歡迎程度 結果程度相對比較低 那再來看民進黨制度 支持者74.1 贊成用手機民調 國民黨只有58.5 那實在力量85.4 範圍的支持者89% 認為說要納入手機民調 這對國民黨跟民黨來講 都有相當程度的參考意 那學歷越高的 15對手機納入民調 都有更大的期待 明鳳怎麼看這三個民調 我覺得這三個民調性質是 第一題跟二三題性質是不一樣 那對於自經區 自貿區這些東西的話 我覺得就是說 國民黨會比較傾向在這個 當時在爭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他是傾向經濟面 他是說這個東西是要把它活絡 然後這個整個要開放這個 這個整個區域做一個比較高的 一個交流的這個經貿的活動 那這個民進黨在這個議題上面的 防禦點完全是比較政治性的 就是比較國安性的這樣子 怕稀產地啊什麼之類的東西 他就是怕你稀產地或怎樣 那你這樣子的就是 表示這個兩黨的說法 在這個民調裡面 大家還是比較相信 對於經濟的東西會比較高一點 對就是說他還是基本上相信 這個只要管理的好 自貿區或是自軍區這種政策呢 他基本上會對現在的經濟情況 會比較好 所以說這也是反映了說 台灣這個從一二次之後 這個韓國瑜什麼發大財 這個東西雖然很慫的口號 可是他有用 那譬如說這幾年台灣的經濟 可能陷入一種比較困境的地步 然後大家都希望加薪啊 希望經濟有發展 所以在這兩... 在自貿區的辯論上面 國民黨的訴求就顯然是 得到大家比較多的認同 那民進黨的所謂國安的東西 當然也有很多人很注重 可是問題是在二十幾趴 對五十幾趴的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還是希望說 國安當然是很重要的一塊 過不倒贏過不做就對了 國安當然是很重要 但希望在國安可以 或是管理可以控制的上面 希望是經濟上面 是朝一個開放 能夠改善的一個情況 那手機跟辯論呢 這兩黨目前來看 都相對保守跟民意 是有點脫節喔 我覺得辯論那個是每個人 其實你看年輕人支持很多 那這個辯論會是大家都要 其實都要的 因為我管理那個黨內上面 不願意要辯論是因為 顧面子顧人情啊 就是我怕我在這個場面上 我攻擊到你 然後你沒辦法收死這樣 然後這個是國民黨內 或是說民進黨內 這種從事政治運動 或是黨內人會顧忌 也是一般老百姓 當然希望真理越變越明嘛 對不對 那我提出對你的挑戰 那你回答我 這個東西我才能夠立於選擇 是哪一個人比較適合所謂的 是 這個政治上面的 或是這個選民上面的需求嘛 這個當然就是比較 比較正常的選民 應該都會這樣 那可是問一政治人會說 不要這樣啦 到時候殺殺 怕拍鋼琴 對啊 殺得刀刀劍 那一般老公 管你殺得刀劍 你都要出來選啊 還要還要 估計什麼刀刀劍 那市場人在幹嘛呢 手機跟這個 我認為要與時俱進嘛 很多人家裡沒有室內電話嘛 那你有些族群你就調查不到 是 我覺得這個東西因為 我覺得有些傳統兩大政黨怕麻煩 說你現在加入手機 我不曉得這個家群要怎麼弄 他覺得會非常反 在室內電話 我認為要與時俱進 你要調查出真正的民意 這才是關鍵 像我們東森這個新聞雲 對不起我們雲端最前線 用那個所謂的 你就覺得他蠻準的 對照後來選舉結果 他是真的蠻準的 那辯論我覺得非常重要 你要舉剛苦林大哥講那個就是最 五千個天坑 大家覺得就是五千個天坑 那你如果有辯論的話 請問一下你有一坑一坑算過 你真的五千個 四千個 沒有人在說的 可是那時候因為 因為我認為就是 扣小扣小 你這個賣贏 插你五千個天坑 你三千坑都沒有 沒有跟你辯論 結果就是輸掉了 我最後要講說 只要是有經濟的議題 你不要想像說 大家會像我們林育芳委員 或是苦林大哥 那麼了解經濟議題 看到經這個字 經濟這個字 或是投資這個字 大家都贊成了 大部分贊成了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樣會增加人民的收入 會增加人民的 這個就業的機會 國安 國安還敢冒糖漿的國安 我跟你講 我就希望錢到我口袋裡面 你不要跟我講什麼遠大的目標 所以包括自經區 包括台商回台投資 包括減稅這個事情 當然大家都贊成 你知道細究下來 還有其他的問題 減稅包括所謂的 分配正義問題 可是大家不會想這麼多 大家都說 反正我稅減到了就好 其他是有錢人減更多的稅 不會這樣子的 我認為 我認為大家 在高位者一定要考慮到一個問題 最基層的收入問題 只要他收入增加支出減少 你的票就會到了 OK 世紀怎麼看 事實上包括這個自經區的問題 明亮提出很多的論述 他們也點出可能明顯的 跟潛在的一些風險 跟不確定性存在 為什麼做這麼多的社會溝通 這麼樣子的所謂政策批判 可是老百姓 卻沒有給予相對應的正面評價 我還是認為自經區比較好 哪怕我也知道 可能有那些風險 這裡面就很有意思了 你的觀察呢 就大家講的 就是經濟的問題 現在大家覺得 自經區應該就跟經濟有關 可是他跟國安有沒有關 當然有關 否則這件事情不會在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他在立法院就是沒有過 當時國民黨執政 國民黨立法院多數 可是自經區就是不過 為什麼 的確因為國安是一個大的問題 那所以我覺得現在 因為韓國瑜提出一個自經區 然後現在大家 自經區好 自經區廟 自經區嘩嘩叫 可是經過多年之後 現在大家的印象 是不是還這麼清楚 就是自經區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因為你韓國瑜自己也講不出來 是什麼 發大財啊 對啊 除了發大財之外 內容是什麼 就還不知道嘛 那所以我覺得大家現在就是 憑一個印象 它跟經濟有關 但是在實質討論內容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不是那麼的清楚 所以 這個東西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 但是它會不會繼續發酵 會不會成為 接下來半年選戰的一個 主要的話題 會不會大家 越抽絲剝繭 然後了解的越多 越深 然後有不一樣的呈現 不知道 所以在資訊 還沒有進一步充分揭露之前 你覺得這個 是不是最後的答案 你認為我還有待觀察 我覺得還需要這個觀察 譬如說這個 剛才講說這個 用手機納入民調 目前民調黨內 還在擦到好 擦到變成招 那個我看卓龍泰 搞不好為這個問題 真的要辭職 我不是先詛咒他 我已經預約跟他買醉了 你辭職那天 我就找你喝酒 那包括那個 剛剛講說那個辯論 這民調是有辯論的傳統 你看過去以前 重大政策來變來變 重變啊 那個都很精彩耶 為什麼 這東西不是都已經 這東西不是都已經 兩邊都談判好了嗎 OK 那目前最後的結論 朝向式不變 然後就是辦兩場 然後有提問者 然後是有公民團體 然後一場是有媒體 然後都授權當中 那他們倆會交 結問嗎 目前還是設計 就是說政見跟辯論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有沒有兩個候選人之間的相互 那我覺得的確某種程度 每一個黨都在避免說 我們兩個人開始 互相結問 吵架 你要付多少責任 我要付多少責任 我覺得要避免那種 會太難看的狀況 請問出身上當年獎 非常靈感聰 但是 那以後怎麼說 對就是說他們 我覺得看起來是 大家會比較希望說 設計出稍微不要那麼堅韌 但是也跟辯論沒有差距到那麼大 因為你仍然可以 雖然不是百分之百的辯論 但至少要接近有辯論的 那樣子的精神跟效果的 好 那一方老師 那國民黨相對又保守了 哇這個不手機 那不手機的部分我個人 我存在個人影響 我覺得可以討論 因為它的確技術上 未必那麼成熟 可是這個不辯論 這個民主選 我們弟弟選班長都辯論 選總統不辯論 先講手機 現在手機已經成為大家 必要的這樣的一個 工具 所以 使用人之養這麼多 把它納入民調 我認為應該是可以的 那自己說比例多少 這個當然就在辯論 因為這剛才變成一個 大家討論的東西 第二個就是說辯論 我想我們都 本來就要教書 教書人 教書人當然喜歡辯論 就是說真理越變越明 因為辯論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保持民主風度 其實大家擔心的一件事 是什麼 辯論了以後 其中有一方攻擊另外一方 攻擊得很重 然後傷了很多支持者的心 然後最後雙方沒有辦法團結 來對外作戰 那我告訴你 也不會 因為你如果風度很不好 你去攻擊同黨的另外一個總統的候選人 你攻擊得很重的話 其實受傷的是你 多數的人反而會同情被攻擊的人 後座力是你自己要擔 但是有一件事要注意 你被攻擊的那候選人 你怎麼打問題 如果你打得傻乎乎的 打得讓人家很不喜歡的話 那你們兩個都受傷 如果一方攻擊的人非常猛烈 而且攻擊的過了頭 可是答覆的人 被攻擊的人 在回答的時候很有風度 而且回答讓大家很滿意的話 它是加分的 所以我認為讓辯論透過辯論 其實是協助彼此了解自己的盲點 而且是提供給選擇投票者 有一個非常所謂資訊的揭露 而且是一種訓練 你現在不變 你總統真正大選的時候 你討論掉不變嗎 你還是要變 老師你那種還是應該變 對 蔡英文跟馬安九 朱立倫還是變了 對不對 蔡英文跟朱立倫也變了 那個是不同政黨的變 那個當然要變 我知道 我是說 黨內的這種初選 就把它當作是一種練習 練習 運習 所以我如果不用太緊張 我倒覺得 是主席四者太緊張了 我覺得多數百姓其實 不會那麼焦慮 有沒有 因為怕特定人 可能辯論的臨場表現不好 所以我們就不要辯論 保護一下苦林老師 口才不好 對啊 你 有沒有 你的觀察 我是高雄市民 我們在看完陳其邁跟韓國瑜辯論之後 我們認為陳其邁已經定了 因為怎麼會變得那麼差 結果不是啊 所以結果不是啊 所以那個選 這非理性選民是非常高的 情緒性的 反正這就是我的神 我的媳婦的 感恩師父 媳婦 讚嘆媳婦 所以你們 你們再怎麼罵他 都沒有用啊 所以那天那個陳柏惟講說 這個國民黨初選 只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造神 一個是下凡 聽得到很有意思 美國總統大選裡面 真正有發生實質影響了 就是1960年 尼克森對甘納提那一場 那場辯論 因為那是第一次說 大家很注意 其他的辯論說影響了選舉的結果 這樣的辯論 後來沒有再出現過 OK來那個明鳳 這個一分鐘結論 抱歉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辯論是一種 風度的表現啊 那就像剛好就 剛好孔老師講 一二四那一場 明明陳其邁什麼事情都贏了 可是問題是選票還是輸了嘛 但是問題就是比一個候選的風度 跟敢不敢面對選民 我要講出我的事情 我熟不熟悉嘛 那所以說我覺得這個基本上 初選辯論不是在變輸贏 是變一種民主風度的啦 變你這個真的 變風度的啦 有沒有尬死去面對選民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辯論 應該是要舉行的 然後而且這個是必須的啦 那所以說你不要怕這個什麼 有人這個辯論上面保障 因為我們這個保護好他 不要到初選的時候受傷 到大選的時候就弄不起來 我這個完全沒有辦法通 你就說你初選如果沒有辦法 經過一番的淬裂 你大選就更容易被打得很兇 那市長三十秒鐘結論 沒關係 沒有問題我很快 不會因為辯論而分裂 也不會因為只有政見發表會 就不分裂 這完全是兩碼事 所以邏輯要搞清楚 不要老是在這上面做文章 那是沒有意義的 市長三十秒鐘結論 其實我覺得兩個黨都已經分裂了 已經分裂了 現在看起來 不是初選制度 你不覺得現在兩個主要政黨 其實某種程度都已經有 所以柯P會撿到槍了 對 所以柯P現在跑去日本學外交 他的議題 你看什麼能源 都馬上是國家議題 總統級的議題 所以我覺得辯論已經是小事了 好OK 週末非常謝謝五位 非常優質的來賓 跟我們進行到非常精彩的 雲端討論會 我今天結語用這個第一夫人的秘密 這個甘乃迪總統的夫人 賈桂林 她的電影裡面講一句話 她形容她的老公說GFK 她說甘乃迪不完美 但她最適合領導美國 完美的人無法改變 不完美的GFK甘乃迪 她一直在變好一直在變強 這句話跟現在的總統 以及未來可能的總統共勉之 我是一篇圓天空室 我今天安全追見 下禮拜一同時間我們明天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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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